文字幕by索兰娅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主讲嘉宾 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货礼 又有这个DVD又有这个书 非常感谢他 好 那就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我姓周 叫伟龙 我是周伟龙 那因为大家陆续到来 所以开始的时候就调节一下气氛 气氛好的话大家吸收都会比较好 对 好 那我们就玩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互动的游戏 好 但是要保持安静 我们请大家配合一下就坐下来 好 现在我们做一件事情 大家把手机可以拿出来 然后完成这样的活动 等下手机再收起来 你们的这个可怜的那个日历 好 最近我有个研究 以前用脑辛苦 然后我们再讲古人的智慧 后来我找到一个方法 用手指可以掐指一刷 就用手指 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会想 今天我生日9月26号 我想星期一期 如果是周末的话 可能可以跟家人一起庆祝 如果是星期一星期二 那你们会做什么 去手机去看对不对 对 星期一期对不对 好 现在我做一个实验 怎么下指定算 哪一位可以报一个日期 需要报一个今年6号 5月6号对不对 你看啊 现在5月6号我们 我们掐指一下 5月6号的话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5月啊 12345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星期天 看一下5月6号是不是星期天 对吧 对的话小小的反射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其实是古人的智慧 就是说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已经发明好了 那其实把这个日历都换到我们的手掌上面了 就通过这样子 很简单的就可以掐指一刷 可是这一个掐指一刷呢 其实是一个标准小技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祝两级的嘉宾 他是谁 他是我们的张古城教授 他是一位企业家 同时他也是一位分水大师 那么今天 他的到来 他会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他会跟我们分享通过一些数字 来带出圣者智慧 他也会跟我们分享什么是量子 科学 以及什么是生命科学 同时他也会跟我们分享什么 怎么样子去养生 保健养生 以及怎么样去打造一个健康的和谐的 其他人的困境 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命乱用三尊群 同时他也会跟我们分享 怎么样子去改变命运 以及怎么样子去让员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与信念 那通过这一期的主题 他会跟我们分享 企业家怎么样子的 可以怎么永续经营的根本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量子科学 去打造一个企业的运动机 让我们企业深深呼吸 自动化的永续经营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看 一个短片介绍我们的张博生 教授 谢谢 张博生先生 发现了人类文化的DNA 以及华夏湖文化全息智慧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 发明了中华真智慧现代教育体系 他开创了人类全新智慧学的研究 揭示了全老科学开发的秘密 并研发了一系列开发智慧的技术方法 张布生先生在研究过程中 成功地将珠华古文化 和现代西方发达的科学管理相结合 创立了全新的圣王管理模式 揭秘了人生不同的秘密 开创了大格局的培养模式 在高度上 广度上 深度上再造人生 揭秘了神秘文化 将宗教文化理性化 帮助宗教文化从神秘中走出来 古为金庸 难能可贵的是 张先生将中华真智慧 与企业经营管理 人生管理 进行了体质余生的实践 利用老子无中生有的智慧 将一个原本产值是零的企业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使其产值达到七千多万软人民币的水平 职员从四个人发展到四百多人的规模 张先生通过实践证明中华文化 在当今社会是大有用处的 一阶段时间内 大朋友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 大部工作室 大部一次的 newspapers 第一次本来 须学家 又庆幸地运务 瘟博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务 各位同学 大家同学 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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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今天是来向你们学赚钱之道的 那么要向老师学习 首先要教点见面礼 所以说我就把自己这么多年 三十年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心得 向各位老师 各位老板做一个汇报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从中知道 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然后接下去怎么使自己的钱 你不用脑 不用力 他就自动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小弟学生 向你们做的一个报告 刚好我来一个老板向我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我为什么这么努力 现在钱还不是很多 刚好下午我也见了一个老板 他是我们做传播 这个资讯方面的一个很著名的老板 他今天也到了我们的会场 那么他跟我讲了 他跟员工怎么叫员工的 所以我就拿他的一句话 来给大家提个醒 也就是说他告诉员工说 你们不要像牛那样的去努力 牛努力了一辈子 最后的结果 大家说他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牛排 所以我们这些老板 你们只会用笨劲 但最后的结果也是变成什么 不是牛排 是最后到老一场空 到老一场空 你的期盼 你的希望 是不能够实现 大家知道我们在 这个世界 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 他叫什么 爱因斯坦 我们今天的量子科学 所有的高端科学 都在证明爱因斯坦的预言 是正确的 所以他是全世界 不是最有名的科学家之一 而是最最有名的科学家 就是他是顶尖的 那么在他的成功分享会上 他告诉所有的 到会的会众 一个诀窍 这个诀窍是什么呢 说我的成功实际上 只用了1%的汗水 另外加上了99%的灵感 记住 所以我们今天 还没有成功的老板们 或者你成功的 还不是太满意的老板们 你要问自己 你付出了多少的汗水 使用了多少的灵感 大企业家 伟人 思想家 科学家 他们都是一拍脑袋 灵感来了 做出的决定 比方说我在研究李嘉诚的一些案例 他所有的财务报表他也看 那么市场调研报告他也看 但是这块地他拿不拿 最后的决策 居然是打完高尔夫 他一拍脑袋 要不要 不是在财务报告会上 市场报告会上 这样的会上做决定的 这是什么 灵感 源自于灵感 灵这个字 咱们老祖宗 给留下了很多的宝贵的信息 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华人 十分的幸运 这些信息都在这些字上面 灵感 这是两个字 当然有人说 老师这个灵 古文不是这样写的 古文是一个语字边 三个口 下面是怎么怎么写的 一个屋 一个屋 这是简化字 你错了 这个字 咱们老祖先他就是这么写的 这个就像无 这个无的这个字 今天很多人说 我们这个繁体字 是不是这样写的 实际上你错了 老在这个 早在这个出土的博书 老子里面 他就是这个字 那个时候没有简化 跟繁体字之分 他就有这个字 灵这个字 他在古代 他就有这个字 他不是今天简化字 那这是从字上面 因为小弟是学中文的 要文决字 但是 他是什么 一字 一灵 福 大家知道 道士们喜欢用福 那么 佛教喜欢用咒 福咒 实际上 它最后落实到文字上 里面有大量的秘密 比方说 什么是灵 大家知道 有什么 灵魂 等等的这些关于灵的 一基灵 但是真正的灵字 大家要看 上面有个结构 这个结构 把它看出来以后 很多人是说 这是我们会心 智慧的会字 下面也有这个字 所以这是会心的会字 这是今天 要文决字 咬得不好的教授们的杰作 实际上 这根本就不是个会字 它是什么 我们中文大学的 雪字的下面 雪字跟会心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这样写的 下面有没有这个结构 有 所以是 那么这个结构 跟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智慧的会 我们换一个字头 有没有这个结构 OK 那我们就要研究 这个到底是什么 不是会心 会心是把心拿走 我们用这个字 那么这不是会心的 说带着一个尾巴的 像会心 不是 它是一个什么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下面 为什么还要用火 为什么用火 所以今天给大家 因为时间关系 我给大家最简单的结果 不要你们去猜 那么这个结构 是告诉大家 你要拿到一把钥匙 这个钥匙长得这个样子 长得这个样子 你拿到这把钥匙的时候 你就可以产生灵的作用 你拿不到这把钥匙 你就不能够产生灵感 所以这把钥匙是什么 我们来分享一下 在埃及金字塔发现了什么 传统中文 它所有的文字 都是有深刻的内涵的 所以大家在学习中华文化的时候 一定把字恢复成图去看 就是它是一个图 大家现在看这是我们在埃及 考古的时候 发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字 这个两个眼睛向中间看 看了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向一滴眼泪倒过来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所以在埃及 它叫生命的钥匙 叫生命的锁匙 大家知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打开你心灵的钥匙 这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体里面 什么地方 所以是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这是埃及的神眼 它有一个神鹰 顶上顶一个宝灵球 然后神鹰告诉你会飞 宝灵球长着羽毛会飞 那么告诉你 这就是你的灵 灵会飞 我们闭着眼睛会用自己的想象力 关到星空 关到白云 关到森林 这个时候你的灵 已经不在你的身体里面 已经飞出去了 所以这个灰飞的灵 如何去启动 你必须打开一只眼睛 有这只眼睛 你人在这个房间里面 人在卧室里面 你的灵倒在虚空中 这就是他的说法 然后呢 你要打开这个眼睛 你一定要去找到那条蛇 这条蛇上面是有红色的 所以是它叫四火 我们五马为羊 这个四蛇 所以是蛇代表着一种真火 这种真火里面 是从水里面出来的 中间是紫蓝色的 叫水中真火 也叫肾中真阳 所以只有你调动肾中真阳的时候 你才能激活这只眼睛 激活了这只眼睛 你才能够带动你的灵去飞 这就是这个图告诉我们的秘密 所以再来看 我们今天科学家又发现了什么 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大脑结构中 有一个十分殊胜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它在我们大脑正中 后面的地方 有个叫松果体的地方 这是我们传统告诉的第三只眼的位置 松果体放大了之后 画出来居然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 那把钥匙 我们把它调个转儿 你就可以看出 它是那把钥匙上面的这个结构 然后你看到了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上面大 下面小 那么这就是大家看到的生命所实 上面的那个一滴眼泪 那么这个部分告诉了我们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你要拿到打开你心灵密码的钥匙 你一定要去两个眼睛 左眼向里看 右眼向里看 天目还要有一道光进去 激活自己的松果体 大家现在知道这是松果体了吗 一滴眼泪 老师讲到灵的结构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 如何激活这个松果体 这个松果体在我们的脑后 那么如何去激活这个松果体呢 我们的眼睛在前面 你即便用眼睛的神光 要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根本没有办法进去的 因为它都是一层一层的障碍 如何能够激活这个松果体 这是一个液体 它叫松果腺体 里面是透明 精英透亮的这个液体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用脑过渡 我们的大脑发热 把这个松果体的透明度消耗了 变成蒙尘了 就像鸡蛋清一样 鸡蛋清不煮的时候 大家知道它是什么颜色 晶莹透亮的 鸡蛋清一煮以后 变成鸡蛋白了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 你脑袋发热了 你做出这样的事 你做出这样的错误 做出这样的决定 你是不是脑袋发热了 脑袋发热了会什么 昏头昏脑 昏头昏脑就是自己的松果体不亮了 你才昏头昏脑 你休息好了 你的松果体是亮的 你头脑很清醒 叫清醒 清醒状态下 你难以犯错误 昏沉状态下 必然会犯错误 你咬不准 你决策不准 所以大家知道 如何激活松果体是所有圣者在一生中把他发明跟使用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怎么做 刚才说两只眼睛在前面 即便有光到不了这个地方 怎么做 咱们的祖先还有历史上成就者的圣者发现了同样的秘密 也就是说什么叫智慧 你的会要真正能开启 是你心上 然后有了这个结构 它引现出来的波的波动 所以今天是把它写双方头 实际上你把它化成波的波动 这就是你的左右两个脑的脑波 我们今天的脑电波 你的脑电波的作用是否灵 那灵在这 如果你灵 你的心 引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事实真相 你做决策 绝对做不错 所以你才叫有智慧 说开了会了 说如何去达到这个水平呢 灵下面必须要有火 这把火哪里来的 刚才给你们看到的 埃及的那个神音 从你的肾里面出来的 先天真阳之火 这个在功夫界叫炼金还脑 你必须把自己的双肾 内肾里的火 通过脊椎骨提升到自己大脑里面去 这个叫炼金还脑术 还了脑以后 你的脑昏沉没了 热没了 清凉的感觉出来了 清凉的感觉一出来 你灵了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所有圣者发现的秘密 那么如何激活松果体呢 很简单 左眼睛 左眼睛 右眼睛 左眼向右后看 右眼向左后看 天目一道神光 再过来 在你的后脑 有一面镜子 你这后脑有个枕骨 这个枕骨 它在里面是平滑的 所以科学家发现 我们后脑是人的视神经反射区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科学界 它发明了大量的事实真相 但是他们没有跟古代的圣者智慧去结合 所以它难以破灭 传统圣者都是一些大科学家 老子 释迦牟尼 耶稣基督 孟罕默德 所有的成圣的这些 包括孔子 我们历史上 人类给它丰盛的 这些实际上都是讲的 宇宙真实相 生命真实相 他是大科学家 今天你把它当宗教家 去拜 去崇敬 你不如拜他为老师 当他学生 老师会的 你也会 你也可以成为第二个爱因斯坦 所以是 那么这个叫视神经反射区 这个位置刚好在哪 这是我们的枕骨 就是头后脑这块骨头 这块骨头 这个区间为什么是视神经反射区 今天的生理科学家不知道 他只是说视神经在这反应 实际上古代 叫这个区间为反天镜 又叫照妖镜 镜子懂不懂 镜子有折射功能 所以说今天科学家也发现 我们的视神经是交叉的 两个眼睛的神经 这是神经线 左眼的神经是向右后脑传递的 右眼看东西最后是向左后脑传递的 左脑一个影像 右脑一个影像 那不就成为一个模糊影像了 怎么样才不模糊 要对焦距 所以是必须在天幕这儿 还有一堂光刷进来 对焦 这一对焦以后 焦距在外面 我们看黑板 看黑板你必须左眼右眼对焦 看到绘字 对焦在哪儿 我看清楚了 老师说你不看黑板 你看那边墙 墙角 你看不到那个绘字了 对焦不对了 你的焦 左眼右眼对焦不对了 所以对到那个焦字上 你就看清楚了 它对到那个焦字以后 就是你天幕这儿有一个点 刷到焦字 左眼右眼 啪三个 叫日月星三光合一 咔 拍照 成功 啪 往大脑传输 左脑向右后传递 左眼向右后传递 右眼向左后传递 聚焦的点 你要收进去 就看得更清楚 只有对焦的这个 这个收进去 啪 这一道光 往后脑一走 你才看清楚 如果不去后脑 你看的还是莫能两壳 所以说我们叫真人 什么是真人 他做什么都是 看看的真 听的真 想的真 做的真 都真 哪里不对的 我们为什么老失败 看 不能两壳 也许是吧 没看清 听 人家说了一句话 没听清 想 那你怎么能想得明白 看都没看清楚 听没听明白 你怎么能想得明白 想也想错了 所以我们是假人 大家笑 但是真人怎么办 真人就是定睛一看 一定是什么 是什么颜色 啪 一拍照 就存在里面了 永远的不会假 你存入模糊影像 听的东西存入的是模糊的 最后决策就是错了 所以是科学家发现的秘密 实际上早在古代的师父们 早都发现了 也就是他善意利用光的原理 生命观的原理 激活自己的灵 就是这个结构 就是这个结构 所以这样的话 反光镜一折射出来 出现一个什么现象 说左脑 如果是左眼过去到左脑 右脑 一个影像 这个眼睛来又是一个影像 那么你大脑中是模棱两可的 因为你看到的都是一个部分 所以非得把这个 天目这一点星光刷进来 这个也聚来了 这个也聚来了 在这儿 就成像真了 就真了 他的前后左右 上下一个完整的东西 都就抓住了 这样才灵 这样才灵 这就是灵字 祖先给这样写 保留下来的机密的所在 那么一旦这个东西 存真了以后 这个松果体在这个位置 所以是把这个左眼的光 把这个左眼的光 右眼的光 天目的光 你再收回来 在这儿聚了以后 从后面才会刺激自己的松果体 大家知道我们衣服上有灵了 大家知道我们衣服上有灰了 蒙得沉了 怎么办 拿了这个衣服怎么 一抖 对不起 一抖 衣服干净了 所以是 你怎么去震荡自己的松果体 怎么震荡 这是机密 祖先通过这个灵字 通过这个会字 怎么样才有智慧 左眼右眼 向后看 然后天目的神光过来交叉 是不是会字的结构 这样才能打开自己的心眼 你才能心明 什么眼亮 心明眼亮 你看东西才真 所以是大家要从这个会字和灵字中 刚才说 99%来自那个灵感 就是这样的 所以是大科学家 他不是睁着眼睛在想事 他是怎么在想事 你们经常 这些大老板 你们很多都是大老板 腰缠万贯 你们怎么在想事 闭目养神的时候怎么样 决定来了 而不是睁着眼睛 跟大家较劲的时候来决定的 没有 那个时候你的决定往往是错误的 做出的决策都是错误 什么 这个事这么重要 我这十万块钱 一百万一千万 啪就要砸下去了 我要不要做 不知道 怎么办 闭目养神 放松 调呼吸 心静的 哎呀 这个好啊 赶紧 急不可施 马上投资下去 啪 钱赚到了 这是一走 哎不行啊 这个后面有个漏洞 我没看见啊 这能投资吗 这都给我这一迷糊 所以什么时间人是灵感最厉害的时候 是在四岁非岁的时候 在二战时期有个著名的巴顿将军 巴顿将军在二战是顶尖的将军 他所有的作战决定都不是在作战桌上下的 他有一次打入德国的国土了 然后他要做一个决策 那么他已经经过分析情报 最后下决定了 我们半夜三点 凌晨三点发起总工 向德军阵地发起总工 那么将军们开完会以后都回去睡觉了 他也要小睡一会儿 结果正是在睡着的时候 他这个心里闹腾 就说哎呀 哪不对的 这个不对 这有一种强烈的一种要改变作战计划的一种东西 在那闹腾它 他这个在恍惧呼吸中 突然灵感一来说 完蛋 可能德军是两点钟发起总工 我是三点发起总工 他两点 以前是靠炮火的 整个的炮火摧毁了对方的阵地 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所以最后他抓起电话 所以最后他抓起电话通知全县一点钟发起总工 那些将军都愿了 明明准备三点 你现在仓促决定一点发起总工 所以是 有时你们做老板的要不要民主一下 要 然后民主之后要不要改变 比要的时候 要啊 所以历史上真正的大成功者 都是独裁者 但是他独裁是因为他伟大 他每次的独裁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不让他独裁一把 为什么非得搞民主 搞得搞不下去 非得搞一个败仗 全体将军要投票说 巴顿将军一点发起总工 我们做不到 我们刚才都说了三点 我们民主一下 三点发起总工 你将军说了我不算 再来一个战前会议 就完蛋 他喊霸道 抓起电话 一点发起总工 全线攻击 然后从德军复活的情报 最后战争结束了 对方是两点总工 这在他的这个回忆录中 说灵感 他一生打仗 凭什么打仗 凭灵感 所以我们传统的冥想法 禅修法 包括这个西方的冥想法 真正的目的 都是让大家快速地 进入一种晃晰呼吸 既没有睡着 又没有清醒的状态中 去激活自己的灵 产生心电的感应 这个感字怎么来理解 一个心全都用上了 这个字是咸阳的咸 所以是一个心全都用上了 就不允许你用大脑 你的大脑只能要么左思 要么右想 要么前思 要么后想 你就有个时间差 你不能全脑使用 你不能全心使用 所以这个感哪里来的 我们叫第六感 感哪里来的 感是全心启用 就是不是左思 也不是右想 也不是前思 也不是后想 是什么 是左思右想 前思后想 同时一起来 这个叫全都用上了 不是用左脑好 还是用右脑好 怎么才能做得到 灵才可以做得到 人做不到 所以在我们传统的智慧中 通过这两个字 告诉大家 借着刚才老牛的例子 你们要不要继续像老牛一样 最后做成牛排 辛苦死了 最后还做成牛排了 不要 从今天开始 大家学会用灵感 那么你只需要付出 99%的灵感 加上1%的汗水 你没有汗水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老板 都是拼出来的 很多在进行交接班 给二代 给三代 但是 你们有没有培养孩子的灵感 还像孩子那样 像你闯业那么辛苦吗 那么累吗 那他的事业 不能发展大 所以说我们要建立 企业的涌动机 就是我在家里睡大觉 钱还花花的进来 这是今天 小弟要跟你们分享的 想不想听 想 我看不想 因为没有掌声 擦一下黑板 这个人很坏 要教你们命中 总是要淘点掌声 好 再教大家一个字 我是中文系的 所以喜欢教书 这个字认不认识 教 你们会不会教 你们会 只会交税呀 交水电费呀 交朋友 OK 交朋友 你都跟谁交朋友 这是我们洪老板成功的原因 但是他没上升到理论上 今天我们就给他上升一把 这个交 后面有个字 叫什么 老板 只需要学会一件事 教导 这是企业涌动机的核心所在 但是你们虽然是无意间 把自己的心门敞开 无私奉献 交了很多朋友 你们上升到理论上去 我们今天要教的是量子科学 量子科学 是什么科学 量子科学 归根结底 就是量子纠缠 大家听说吗 量子纠缠 什么是量子 我们先介绍一下 量子就是光子 大家知道这个灯放光 实际上你看到的一片光 是一点一点的光组成的 那最小的就是量子 那么它是物质的处于能量态的一个状态 物质可以是粒子 粒子有波动 叫颗粒二向性 那么粒子处于能量态 它就释放出一种光 所以它叫量子 叫光子 那基本上就是量子态 量子它最重要的一个本领 就是纠缠不清 把一对量子 一个放在新加坡 一个放在太阳 你这边怎么动 它那边就怎么动 它那边怎么动 你这就怎么动 它在太阳里面吸收了太阳的光 你这就得到太阳光 当下的 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隔阂 所以这个叫量子纠缠 所以我们老板在打交道的时候 你实际上就在跟人纠缠不清 什么时间这个部长松口了 我们洪老板经常去跑很多的政府部门 为我们企业家争取福利 争取科技贷款 争取科技支持 争取政府政策 他采用什么方法 跟部长纠缠不清 你不答应我就没完没了 今天找你后天写信 后天什么东西 给他一个掌声 他为我们企业家做了很多的贡献 这个就是纠缠 你要跟部长发生点什么关系 哪怕是吵架的关系 哪怕是朋友的关系 哪怕是什么关系 你要跟他有关系 这就叫搞关系 就是纠缠不清 你的企业员工什么是最好的员工 离你远远的人是不是好员工 不是 跟你这个纠缠不清 没大没小的员工才是最好的员工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当你的企业是自家的 别人干不好活 他都替你批评 这就是纠缠不清 他跟你有一种莫名的感情 这就是一种纠缠 那这种纠缠 为什么会产生 咱们来看这个交字 大家通过这个交字 懂了就入道了 什么叫交道 交道就是通过交 交是单方面的还是两方面的 说要交往 有来什么 有往 一个互动 我跟对方互动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我跟你互动的结果是 你也倒霉 我也倒霉 我要不要跟你互动 所以说你们整天给人阳光还是给阴天 所以老板回到office一定是带去的是阳光 不要带回阴天 带回阴天 有没有人上来跟你打交道 我在二十几岁就当总经理了 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小平通知南下 说是步子再埋大一点 让我们所有的政府部门 我是中国宗教局出身的 地方宗教局 威海市的 所以他让所有的政府办企业 在新加坡他是没办法理解 说你一个政府办企业 这个新加坡是禁止的 不是禁止的 我们最大的企业都是政府的 对不对 新加坡是率先这样做的 结果他让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要办一个企业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当官的 悠哉悠哉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大家都是汗落宝收的 你干多少都是拿那些工资 也没奖金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下海经商 所以小平同志最后下令 所有的政府办企业 我们的秘书长就来找我了 我那个时候是大学刚毕业 我们是六四分子 就是天安门师舰那一批 所以政府不让我们进中央政府机构 让下海 说我在当地的石英中厂干了一年 我想去企业 当年当年也挺好 至少是个厂长秘书 办公室主任之类的 结果去了 大家知道墙上挂的石英中 那是八十年代 刚刚兴起 然后挺稀奇的 然后结果厂长让我干什么 卖石英中去 一个大学毕业生学中文 卖石英中 我干了一年多 后来政府需要人 找了个关系调进去了 到宗教局 宗教局这些还要办企业了 秘书长找我来了 他说什么 说我们这个有命令 政府每个部门要办企业 想来想去 我们这都没干过生意的 只有你干过生意 我干过什么生意 卖石英中 他说就你了 法人代表总经理 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 政府给牌子 没有钱给你 然后你自己下海牢去吧 所以我是这么后来才离开政府部门 走上了商道 然后大家知道 中国很多的现实 到今天的贪腐 它是从三十多年前有它的根基的 所以你们跟中国的官员打交道 要理解 不要去指责它 但是我们今天 这个交字的秘密是什么 所以我们跟所有人交 世交 那么你要注意 我们的动机只有一个 什么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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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的动机 阳光的就是好的心态 好的动机 还有什么 有没有人告诉我 有没有人告诉我 你们跟别人打交道都是什么动机 不敢说 不敢说都是心怀不良者 动机不敢说出来 我想赚你的钱 我想咱们俩合资办厂 然后一起赚钱 干嘛不敢说 一个企业是否真正的成功 企业形象很重要 就是很光鲜 很亮丽 别人一看这个企业 蒸蒸向上 这是什么 这叫光鲜 这个光鲜哪里来的 你没有钱能不能有光鲜 能不能 你个装修都搞不起来 你哪里有光鲜 你没有人气 有没有光鲜 你搞的是个皇宫一样的 结果员工跑的都 一个都不胜了 你哪有什么光鲜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光鲜来自精气神三宝 一个企业要有点精神 里面要有气 要有人气 所有的人进去都在抬你 他付出自己的那股正气 抬抬抬抬抬 把你企业抬起来 那神就是光 神就是你的企业的成功 财物每天大把的金钱 这就是光 这是务实的 金是什么 金就是你的企业的员工 还有你的生意的规划 就是一种活水 活动的水 只有流动的水 才能生出气来 只有流动的水 才能生出气 气才能化光 你才能赚到钱 所以一个企业 如果进去 所有的员工没精神 完蛋了 这个企业一定会很快倒闭的 进去以后 企业所有的人都充满着一种活力 这个就是他体内的一种精的展现 那充满着活力 然后这种活力变成一种气力 推动着你的企业蒸蒸向上 然后最后企业赚钱了 发现了 所以企业的精气神多么重要 所以说我们跟别人打交道 第一你要跟你的内在员工打交道 第二要跟你的高管打交道 这是内壮 就是你内部的精气神 你在跟外在的人打交道 目的也是为了获得精气神 增加你的企业活力 增加你企业的气力 增加企业的收入 就光彩了 所以说我们跟所有的人打交道 就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光 光明的光 生命的光 企业生命之光 人体生命之光 万物离开的生命光 就是枯岗 就是死亡 大家看看外面的树 如果没有光了会怎么样 枯萎了 落叶了 干枯了 死亡了 一个企业没有光 就是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没有光 没有气 人气不足 大家人心不气 为什么没有气 每个员工都死气沉沉 没有活力 没有精 身体都拖垮了 累垮了 高管的身体都累垮了 拖垮了 结果就等着企业败吧 所以大家要重视 人有三宝 精气神 企业的生命也在精气神 在于活力 在于气力 在于光鲜 神迹光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胶子 我故意在这画了一个点 把这个点放大 画成一个光点 一个圈 老师光点不是这样 我告诉大家 所有的光子的中间是空的 这在佛法中提到的 内空光明 我们今天的教室 如果是一块石头 里面再点上几千盏灯 会不会亮 一块石头 怎么会亮 没有空 正是因为它有这个空 所以点上灯 光明来了 所以佛教 对我们人类最大的贡献 在于发现了光子的中空特性 中空 所以他提到了中空 然后才能够释放出光 所以教的目的是要什么 放出光 得到光 收获光 充满光 你就充满了光鲜 人就有一种神采 神采才能飞扬 企业才能飞扬 所以怎么去获得这个光 很简单 告诉你了 这个一 息子得一者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所以这个一 哪里来的 一哪里来的 所有的宗教 正门宗教都提到不二 不二有没有二 不二是有二的 但是这个二结合成了一个整体 你跟你的客户要不二 因为今天叫双赢 你跟他交道的时候 你赢他也赢 你们是共赢 是一体的 你亏他也亏 是一体的 你这是对外的交道 然后你对内的员工 为什么愿意跟着你打拼 因为年年薪水涨 前途无限量 所以他来了劲 为什么 企业兴旺了 他的家庭也兴旺了 他个人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也是不二的 所以我们如果跟员工 用现在所谓西方的管理 压制 强制 限制 你们是二的还是不二的 有一个你 有一个他是二的 这种管理法导致了西方今天经济的没落 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东方向来像咱们中国 在大清帝国也好 在任何的大明帝国也好 大唐帝国也好 他兴旺发达的时候 都是采用了跟所有的 藩邦周围的国家 交往 交道 相互往来 友好 一体 不二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的神髓 所以一个企业能否跟自己的员工 变成一体的 跟你的客户变成一体的 这是交道的 最关键的 也就是你要得到这个光 你一定要变成伟二的 为什么呢 刀子的核心是什么 说是我们老子有句话 叫什么 一阴以阳为之道 我们中华文化多么简单 今天你们又搞位积分 又搞什么大数据 那就好比把一棵树 分成了很多的枝跟叶 太辛苦了 所以老子说 五道之简之意 简单到什么水平 一个阴一个阳搞定 阴阳 今年科学家告诉我们什么秘密呢 一个阴电子跟一个阳电子放一块 会干什么 产生电火花 变成一体荣耀 阳电子也不见了 阴电子也不见了 放光了 荣耀了 一体荣耀 你也没有了 我也没有了 咱俩成荣耀的光了 其中有你又有我 这就是精彩 这就是道 这就是阴阳 这就是夫妻的意 夫妻的意到最后 就是通通放成光 就是最高的境界 所以他通过六十四个挂 产生了三十二对挂 产生了三十二对挂 一个签对坤放光了 大家知道签六个咬都是阳 坤六个咬都是阴 一阴一阳砰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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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六咬皆阳 大名忠实 有没有明白 所以是员工为什么跟着我们干 他的实力不如你 你强大 你是阳 他是阴 他需要你 你要跟他放光 和谐 统一 变成一体 客户为什么需要你 你这里有他需要的 他那里有你需要的 你们俩放一块 就和谐 就美 就会生成财富 就放光 所以是交道的交字 第一个笔画 是把所有的二变成一 老子在经典中告诉 西之得一者 天得一 清的 地得一 凝的 没有地震 神得一 凝的 我们人得一 成为侯王 为天下真 为天下正 带着一股正气 在人间 引领众生 走向正道 所以这个是什么 叫王 王道 王道的核心 在中国古代 不是一个人成王 是 你是王 你要培养你的企业中 所有的每一个员工都称为王 他是摄影师 最好的摄影师 他是机器操作员 最好的机器操作员 所以你让你所有的企业员工都称为王的时候 你是什么 你是王中王 这就是圣王的指导 中国古代 在远古时期建立的圣王文化管理体系 叫圣道 圣道 是让你接触到你的人 在你的帮助下都成为王 因为是你打造他成为王 所以你是王中王 被所有的王攻进 你就是最成功的那一个 没有一个希望自己的员工 不如人 你请的摄影师不如人家 你请的音响师不如人家 你请的厨师不如人家 没有一个 为什么 你在打压他就是损自己 你在拥要他 你就是拥要自己 所以这个人他不会跑掉 为什么不会跑掉 因为到别处 别人给他很多的限制 很多的折磨 很多的不允许 到你这 你要什么 我恒顺众生 恒顺你 你开条件 你开出的条件 我同意了以后 我帮助你实现你的理想 实现你的愿望 这个人在这里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在这个行业里成为王 在别处 他实现不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交道的这一话 十分之重要 然后呢 交道的这两点 是什么意思呢 这又是光 左 左一片 我们要这样看 左一片为阳 右一片是什么 阴 所以这个是阴中什么 阳 这是什么 阳中阴 然后阴阳要相报 要相交 这一相报 一相交 出来一个什么图案 企业 一个企业成功 要重视自己的DNA 企业文化DNA 因为一个细胞要健康 要重视自己细胞的DNA都是好的 产生的细胞就是好的 DNA是密码 是细胞产生的密码 所以这个细胞产生的密码 然后好坏决定了我们的细胞是否是好的 DNA中连接起来以后都放成光子 这种DNA是健康DNA 生出的细胞 生出的细胞是健康的细胞 健康的细胞组成的五脏六腑 是健康的五脏六腑 健康的五脏六腑 生出的人是健康的人 有黑子有毒的DNA 生出来的细胞是有毒的 生出的有毒的细胞 生出的脏腑是有毒的 有毒的脏腑生出的人是不健康的 企业也要重视自己的DNA文化 你里面企业中是否有毒 文化中是否有毒 赶紧清理 有毒是什么 障碍了你跟你的员工交道 员工跟你打交道不爽 这就是毒 你跟高层打交道不爽 这就是毒 你跟客户打交道不爽 客户不爽 这就是毒 你高兴了客户不高兴 客户有怨气 有恨气 这就是毒的企业文化 要及早地进行诊断 我们叫企业DNA文化诊断 通过什么去诊断 很简单 我们时间的关系 只能给大家一个大概 我们把人类 文明有史以来 所有的文化 可以分成三个走线 来进行描述 一个走线 是道德状态 也叫心态 就是你心态好不好 我心态很好 我做出的事情往往就是好的 我心态不好 我正生气 我想发脾气 结果是高层来 请示工作 你把他骂了 会产生不良影响 有毒 所以说我们企业老板 要调心态 要调心态 调到什么心态 调到五常 五轮 五刚 五德的水平 叫仁义理智信 你要跟你的员工讲道德 讲仁义理智信 你跟你的高管讲道德 跟客户讲道德 我有规矩 坏了规矩的我不做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总共由十一个字 组成的十一个高度 它是十一个高度的一个德行 老子说 师道而后人 师道而后人 师人而后义 师义而后理 所以人的五德不是平衡的 不是一般高度 是智比性高 理比智高 义比理高 人比义高 再往上去是天地人三才之德 全人之德就是人德 全人之德不单照顾人类 还照顾众生 地之德 地比人大 大地广博 好人坏人通通支撑着他 不让他踏先去 不会害他 这是地的广博之德 天之德 地球之外的虚空都为天 无量包容 连宇宙灰尘 会放光的星体 不会放光的星体 通通观照 超越天德之后 进一真法界 是纯净的道德 是透明的德 然后进到德之上的是高 最高的道 就是自己能生成光明 德这个层次只能映现光明 到道的层次 自己产生阴阳 而自己产生光明 然后到最后 法自然 自然界是天地最好的一个 对人类的掩饰 所以说我们遵从自然 维护自然 保护这个自然世界 遵从自然规律 所以说最后是十一德 我们今天一般讲到五德就讲完了 八德讲不上去 因为没有大的 我在太空中看天 在太空中看地 在太空中看人类 没有这样的气势 那么至于说 纯德 纯道 道法自然 这是老子说的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 五个修养的次第 我们失去了 另外呢 还有一根走线 我们人体是活生生的人 你的企业是活生生的企业 所以人体中存在着五种能量元素 叫金木水火土 对应着你的心肝脾肾 心肝脾肾是金木水火土 五行能量的仓库 储藏着五种能量 比方说心是一个脏器 是一个器皿 像一个杯子一样 它装着火这种能量 所以里面是红色的 肝这种脏器 它装着是绿色的能量 它像木一样的 柔和慈悲伸展 你肝不伸展了 然后整个人就 筋就硬了 人就走路就不舒服了 身体就生病了 这只是举例的 所以人除了心态之外 还要重视体内五脏六腑里面装的能量 是否是健康能量 你肝脏里面装的是不好的能量 得肝硬化 黄胆 这些都就来了 所以非得把那个不好的能量清除出去 换成清洁能量 干净能量 好的能量 然后你的健康就有保障 企业也是一样 企业对应着金木水火土 有设了不同的部门 比方说你的财务部 你的生产部 你的加工部 你的市场营销部 都是对应着金木水火土 五种性质的 你有没有重视它的特性 按照它的特性去设置 比方说我们的水要流动 你企业的流动资金就是水 就是新鲜泄业 没有流动资金就是死亡 水业不流转人也死亡 所以这些只是举例子 你要系统的学 那就慢慢来学 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能做报告 然后上去呢 你光有金木水火土的能量不行 你还有人气 怎么调动人气为你服务 所有的企业员工 所有的客户 所有的你的供应商 所有的人见了你 都说yes 好 人气上来 所有的人都下症 那个公司你不要跟他打交道 那个老板坏死了 你千万不要跟他打交道 完了 这下症 这个在我们南洋叫下降头 说你坏的人多了 你就完了 所以时间关系我不举例子 那么第一期得到了没有 天时地利人和 你得到了没有 第七有没有 风水 这个府地府人居 风水在哪里 所以这个交字就告诉你的 这是靠山 这是左青龙山 这是右白虎山 这是暗山 光从哪里生成 光从中间生成 这就是风水 这就是地利 你有没有得到 你的企业周围 你建筑的时候 有没有重视它的左右对称结构 前后对称结构 有没有在中间给它的名堂流出来 让它放光 还是被你压住了 压住了本来这是一个光场 名堂是明亮之堂 是你企业建筑结构放光点 你怎么可以把它压住 压住了怎么能够放光 怎么又能够和谐 不能和谐 这里工作的员工进去心就闷 不想在里面待 因为憋闷 不顺畅 所以这是地利 天地人的地 你又没得到 天 天时 我们的人类社会 它在不停地循环 在循环过程中 这几年就适合做金融业 这几年就适合做地产业 这几年就适合做饮食业 它天时啊 天时又没顺 顺天时得地利 得人何者 必然大富 大富长者 所以说要不要重视 所以说这是物质方面的东西 它也有十一根走线 十一个高度 就是你能不能得到天之柱 地之柱 人之柱 然后也就是说 你要跟天打交道 你要跟地什么 打交道 你要跟人打交道 你要跟金木水火土五星能量打交道 那么上去是纯德能量 透明的 纯道能量 无量光 到最后是真空立子 什么都没有 无中生有出来 十一个高度 都至简至义 然后正面呢 是我们的思维 老板的智慧 思维水平 有十一个高度 你是喜欢用眼睛做决策 还是用耳朵做决策 还是用自己的第六意识做决策 还是第七意识做决策 还是第八意识做决策 还是第九真灵做决策 灵在第九高度 你如果用左四右想前四后想 不行 所以成语中有三心二意 大家都知道会被成语 三心二意 之后还有什么 心跟意组合 还有什么 不考你们了 我知道你们的水平都很高 华文都很高 咱不考了 后面有什么 一心一意 有什么 全心全意 有什么 真心真意 还有什么 无心无意 最高的是无心无意 自然天成 所以是三心二意在哪里 三心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叫三心 二意 先天意 后天意 这是成语的 今天字典你找不到 我们是师父带徒弟的传承 我这一生五十多个老师教我 都是不带课本的 就是这么面对面教的 叫师徒传承 叫口耳相传 然后呢 这个叫三心 先天意 后天意 二意 好 一心一意到了哪里 一心一意 就到了第八意识 全体启用 一心一意 第七意识 就是你通过自己聚精会神 用大脑 左思右想 前思后想 这叫一心一意 我今天要做这个纲笔 我把它怎么做好 做好 做好 心跟意都在这 左思右想 前思后想 测算数字 演算 程序 一心一意 做成了 全心全意在哪里 第八意识 把过去生的东西 都拿回来用 全心全意 然后到了第九 灵感起来了 真心真意 都没有假了 然后再到上面 就无心无意了 到无心无意 在上面就 空心空意 更高层次了 这个是不要以为成语 就是那么说说而已 所以这三根轴线 你的智慧 你的思维水平 你体内的能量水平 你的心态 是否负荷 怎么办呢 是交 刚才说 怎么交 说两根 任何任取两根轴线 拿来把它打结 也就是说 我用这个深的物质能量轴线 跟心态把它把握住 然后让它交 这个杏跟土交 水跟质交 锂跟火交 金跟溢交 人跟木交 它俩一打结 变成什么 变成DAA 只要它俩一打结 必定有光生成 你另外一个轴线 自动往上猜 这就是古代留给我们的最好 修养自己的心性的技术方法 所以说 总结一下 时间关系 什么是交道 怎么打交道 掌握住阴阳 让它放光 就这样 和所有的人交往 和所有的事交往 事要荣耀事 人要荣耀人 和鬼神打交道 要荣耀鬼 荣耀神 现在是清明节 我们要祭祖 祭祖你在跟谁打交道 跟祖先打交道 你身上的DAA 有一半来自父亲 有一半来自母亲 所以说你 你孝顺祖先的人 父母九族 通通帮助你这个人 你不好 怎么可能 这就是我们老祖先 口耳相传 留下最最大的财富 你今天不去祭祖 不去做清明 不去看自己的祖先 你就把这根线剪断了 你把这个DNA给剪断了 祖先想帮你 都帮不上你 他想通过他的力量 来帮你 怎么帮得到 所以你要跟祖先打交道 跟自己的历代九族打交道 这是孝道 赋予你的财富 你要跟神明打交道 神明都比我们人厉害 你为什么不去打交道 所以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这个宇宙中4%的 我们所有努力 用科学手段 用科学技术方法 你最多使用到4% 因为96%的部分 是我们今天科学 不能够揭秘的隐态世界 2013年 全球科学家给予正确的答案 现在所有科学家都认同 也就是说你这辈子 使用了所有的高科技 使用了所有的智慧 你只能使了4%的力 像一头老牛 96%的力你戒不上 为什么我们新加坡 允许宗教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 很好 我们的宗教带来了信仰 带来了各自敬仰神明 奉侍神明的方法 这就是让大家 借鬼神 神明之力 借圣者之力 借耶稣的力量 借佛陀的力量 借老子的力量 借穆罕默德的力量 借所有成圣者的圣者 伟大力量 来帮助我们今生荣耀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华人 这个商店或者是餐馆 在其他国家我们去看到 都供奉着光宫 官圣帝君 又是财神 又是护法神 这个唐朝为什么能够全民兴赏 有一句著名的谚语 叫家家土地公 护护观世音 每一家都供着土地公 叫大伯公你们现在 因为他是福德正神 他是给你搬钱进来的 我们马上要有一个大圆满法会 我有一个学生呢 他就愁了 这又要办法会 没有钱怎么办 他就祈愿 说是 老师们啊 让我种一下 我种了的钱 我都拿去办法会 他就去买自己家里的门牌号 结果买了 买了以后 他回去打坐的时候 那一关 只关的时候 他就看到自己家里 那个福德正神 土地公 大伯公 捧着一大堆元宝进家了 然后把他放在家里去了 他一想 肯定中 结果到晚上怎么样 一揭晓中了 一下子几千块钱 拿过来办法会了 所以你供不供土地公啊 你供不供土地公啊 你不供他也在 你不供他饿着 他渴着 他搬不动 有金银财宝 他都搬不进来 搬不动 累死了 没东西吃 所以这就是什么 我们传统华人 为什么一定要供奉土地公公 为什么要供官阴呢 他有求必应啊 他老人家特别的慈悲啊 你说我信基督教 天主教 那你弄圣母玛利亚 对不对 你弄耶稣啊 这一样啊 这是你的神明啊 你要跟神明发生点关系 好不好 你天天要跟他发生关系 天天给他香 天天给他水果 天天给他水 他好意思不帮你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好吗 这就是教道 好 张教授 好 在听过张教授的精彩的分享之后 大家知道了吗 所以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就打交道 所以张教授分享得非常好 那我们很快就会去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环节 那首先啊 我帮大家重整一下啊 那大家知道了就全部举个手 都不举手啊 那就是都还不知道对不对 那留给过给他是不是 如果不知道 我相信哦 是有原因的啊 我自己也是一样哦 那刚才我们都在用99%的精力都在想 都在了解怎么打交道 都在了解量子科学 是不是 99%的精力 我们只用1%在找灵感 对不对 那就像张老师所说的 其实我们应该用99%的去找灵感 所以主念来说 就是圣者智慧 第一个就是用99%的精力去找灵感 量子科学 大家记住 学会教导 那人有三报 经济神 对不对 最后生命科学 我们都要有一个很好的DNA 身心领导 好不好 那 谢谢大家 所以 所以 剩下的 如果 还不知道的话 有一个 关系的方法 大家可以在4月14号到15号 用两天的时间 去学一下 怎么用99%的精力去找灵感 大家可以在手上的这个 车子 这个project里面找到一个答案 好 那接下来我们很快的进入这个 Q&A问你答的环节 那如果你有 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一次的把 我们的张教授请到台上来 嗯 然后如果有问题 你举手 我们的麦克风会传到你的手上 你就说你的名字 你的行业已经想问的问题 好不好 来 有请第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再 掌声送给我们的张教授 带我们的计划 再把我们的计划 再把我们的计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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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第一个问题的 好 这位先生 哦 不要骂 不要骂 我的赏很大 哦 好 今天你讲的非常之精彩 像我们这种修了几十年啊 今天你这样一点就破啊 一点就破了 現在對於父母、對於祖宗跟董的禁 這新加坡是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他們對於信仰耶穌很嚴重 但是對於自己的祖宗 就認為是看不到、摸不到 因為這種能感 所以老師已經講得很精彩 當然這種如你講的 董典禍道理大概改不及一吧 或者是還是要你這個不斷的擴充 你剛才把這三個軸成 從中之間可以加一些 聽對 好 謝謝 掌聲好了 謝謝 當然的事情上可以在存在這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為什麼消災解惡 大家知道這個交字 繼續交下去怎麼交嗎 我演示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很佩服古代的師父們 大家知道這是不是交 是不是 剛才講的交 然後繼續交下去會怎麼樣 大家我畫出來 你們會恍然大悟 這是什麼 是什麼 再看大屏幕 再看我這 是什麼 DNA 給我們祖先掌聲 你們早在我們的兩千多年前的聖者 包括福西市八千年的聖者 早都發現了人類文化的DNA 這幅圖是一千年前 在唐朝的棺木上 他們考古的時候發現 蓋在棺木上面 棺材上面的 那麼他們當時出土了以後 中國有些不學武術的教授們就說 哎呀 原來在福西時代 女娃時代 我們人類是蛇身人頭 看到沒有 蛇身人頭 但實際上大家注意往下看 他那個蛇的尾巴很奇怪 是中間是白點 然後兩面有個鏈條 DNA 也就是這個DNA 那麼這裡面他剛才提到 為什麼我們經常要參與法會 或者是你是基督教徒不要緊 OK 是正的信仰 天主教徒 那麼你為什麼要去教堂 禱告 是因為我們的DNA中 如果是全部的放光 那麼就是光纖的 剛才說的 老師說焦 焦 焦它放光 OK 好的行嗎 但是進下去 開始產生不放光的 就叫黑子 這個是光子 剛才說亮子 這是黑子 黑子是什麼 大家知道這個電燈 它要亮 有一個火線 有一個什麼 地線 要不亮 把它什麼 中間弄個結圓體 啪啪 一隔開 它就不亮 結圓體都是香蕉 是黑的 是不是 在我們的DNA中 產生的黑子 它是絕圓體 使你不能放光 產生 細胞異變 癌細胞都不產生 大家知道 這個 我們的拉鏈 拉鏈如果是全部拉上 有一顆不壞 不要緊還可以用 兩顆不壞不要緊 只要三顆壞 整個打開門 你回去做試驗 只要連續壞三顆 一定打開門 什麼原因 就是 這個叫基因裂變 突變 一變 所以是原子什麼 黑子 這個黑子 它是光子 所有的黑子 裡面都是光 只是外面被病 沒辦法的包著 就像太陽 外面有一層霧雲 透出光來 我們中午十二點 沒看到太陽 說今天太陽 沒上班 不對 是因為烏雲震壁 我們只要把烏雲車去掉 太陽就馬上又又換光了 所以我們去除自己的黑子 外層的夜地 釋放 是 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 參加法會 或者進教堂 忏悔夜地 忏悔了以後 烏雲 走了以後 再次放光 變成光子 這就是為什麼禱告 為什麼我們通過修煉 可以治病的人 為什麼我們做一場大的法會 變好 不是明星 科學 所以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交 繼續交上去 看見沒有 連接起來就是什麼 點A 明白了嗎 好 謝謝 好 還有沒有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嗎 沒有我就問問題了 因為我對數字很感激 所以我看到介紹的時候 老師裡面提到有11個數字 然後可以派出這個聖者智慧 那我想問老師的是 就是這個數字 因為時間的關係 老師沒有多想到 所以希望請老師講解一下這個數字 OK 這個先生是個很好的主持人 我們先給他掌聲 好 謝謝 這個洪老闆 明夏博士的才華 這個確實是相當優秀 他的主持已經很熟 問題更棒 幾個數字大家記住 八 九 十 十一 八以內的 跟八之外的 這三個數字是一個一體的 是個空性 所以是 那麼八是什麼 在西遊記裡面有個著名的人物 叫周八健 大家知不知道 他長得什麼樣的 像不像老師 很像 很像 哇 最高的榮耀給了我 豬八戒它長得跟人的身體 豬的什麼 腦袋 老實長就長豬的腦袋 所以是這個身體有點像 豬八戒 腦袋不像 為什麼呢 這個 豬八戒是 界八 叫界八 八是什麼 我們人類的意識 在佛學體系中分的特別清楚 有前五十 眼耳鼻十身 就是你眼睛能看到的是紅的 识別功能 耳朵聽到聲音 識別功能 你看到紅的沒動念 這是眼識 你看到紅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黑的 然後就動念了 就是第六意識 前五十基本上 眼睛是照相機 耳朵是錄音機 都是沒有意識的 只有第六意識是 產生了自己的慣性的意思 哎呀我喜歡黑的 它為什麼給我個紅的 動念 為什麼 慣性 慣性 這是第六意識是慣性 第七意識是什麼 我們人有大腦 左思右想 前思後想 我想一想再怎麼回答你 這是第七意識 那麼第八意識是靈感 就是是前期靈感 叫前意識 它不是完整的靈感 這個靈感 來自過去式的經驗 這個將在後面的大課程中 我會給你們分析 人是怎麼死 怎麼生的 那跟你的企業 也要這樣生 這樣死是有幾個關係的 所以是要知道生死 你才知道怎麼使自己的企業不死 使自己不死 你就知道怎麼使企業不死 獲得永生 所以是 那麼 在第八意識 它是你過去式的記憶 加今生的記憶的總和 所以它的知識量特別豐富 牛頓看到蘋果發一跌跌 一拍腦袋知道外有引力定律 愛因斯坦全是拍腦袋出來的科學發表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都不是今生他學到的 是創新 就是今生他人類都沒解除這個東西 它都創新出來 所以這是八識訓練可以獲得的 那麼這個八識是 第八識是生天的種子 第七意識是生人道的種子 第六意識是生畜生道的種子 前五識你不用 第六意識你是生昆蟲 生岩石 變成土壤 變成沒有生命力的 這個生物體的 萬物皆有餘的種子 那麼這些都是六道輪迴的種子 有生有死的種子 所以你只有超八計九 超越一八 進入第九意識 在國內叫阿摩羅斯 你進到這個第九意識 就進到一真塔 所以是超八 八以內都是六道生死輪迴 有生有死 到第九 無生無死 無生無死 不是不要就是沒有了 它叫永生 永生 所以這是聖者智慧 聖者智慧達到超八的 都是在一個境界 但是它裡面又分阿羅漢 菩薩佛三種高級區分 阿羅漢看見別人有困難幫不了 別人有危難救不了 菩薩看到別人有危難 可以用自己的慈悲心 化成神通力救度重生 佛不用大腦 它叫無作義 無作義我根本就沒有起心動念 它要出車禍 只要我在那附近 它車禍就不見了 這就是無作義指揮 叫佛光圖照的指揮 所以它在聖者裡面分成阿羅漢 菩薩佛三種高級指揮 我們企業家要達到第幾的 企業家你至少要到阿羅漢的指揮 因為這是真 否則你經常被假象所見 進入第九意識怎麼進入 老師送給你們禮品中有一個指觀法 這是天台指觀之地 十分珍貴的秘密 你們回去要看到 好嗎 這是數字怎麼來的 是由這個來的 跟它相對應的 你要獲得第九意識 你要有純德能量的支撐 你要使用自己的第八意識 你要有天道能量的支撐 你要有第七意識 人區別於動物在於我們會思考 天冷了我會做暖氣 會製造汽車 動物只會鑽地道 所以人跟動物的區別 動物有第六意識 不能啟動第七意識 人是最重要的 懂得改造環境 戰勝環境 然後獲得自在 所以這個是我們第七意識會 用腦左思右想前思後想的指揮 但是這還是凡人思維 然後第六意識是動物有的 就是慣性意識 再往下 如果連慣性意識沒有了 那你就是退化到更低層次了 所以這個相應的對應著 它的能量要支撐上去 你要有天的能量 你才會啟動第八 你要有地的能量支撐 你才能夠啟動第七 你要有這個人 人氣 你才能啟動第六 所以它對應著 這是粒子 它對應著波動 產生了波粒二相性 就是有粒子 必然有波動 這是心態 是一種波動的 所以它產生不同的外在表現征兆 然後就變成了德行 所以你要有天的能量 你天的物質粒子產生天的 有低的物質粒子在體內產生低的 你的人氣旺 你這裡是全人之德 你這個有木的能量 處於陽性 它是人愛之的 它的波動 這個就是現代科學的波粒二相性 就是波是一生波的波 粒是粒子的粒 所以這個體系是融合了 如始到三家智慧的高度階級 搞懂得這三十三個字 大張經不用看 道章不用看 八千年的文化不用看 通通在這裡 OK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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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問這個老闆林 創造的弘頂強先生 幫幫忙他的書籍 和我們的韓潘老師 拿一個請問 現在有請問就規定 來 來 來 這邊請 拍個照吧 我們看 這個像記錄 這樣那個可能記錄 這個 就是 就 這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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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來 來 來 可以 來 去 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